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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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 我们来享受知行礼 各位领袖 各位伙伴 以及亲爱的嘉宾们 那今天我很荣幸让我的大领导 Meyang 飞马九五行 邀请我来上来分享这个执行力 那么这个执行力是跟你们在座 所有的人都息息相关 所以待会我分析的时候 希望你们注意的聆听 但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成功 对啊 但最终能够成功的切 寥寥无几 那最终的原因是什么 主要是很多的切少了执行力 那我们时常会感叹 为什么我们都是同样吃 一样的五股杂粮 也就是我们同样吃一样的米饭 人与人之间为什么会差距这么多呢 我们吃同样的米饭成长嘛 为什么人与人差距会这么多呢 还有就是说 我们同样毕业于同个学校 几年后你会发现到很多人的差距会很大呢 那这是那是为什么 明明计划好了 但第二天就是完成不了 为什么自己这么平庸 和优秀的人相比 自己到底差在哪 这是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些人 他们都是切少了执行力 那么 在这个道路上 我们的这个执行力一定要有 因为如果你没有执行力的话 你跟你的朋友 或者是你跟你的同事 工作都会有距离 就好像我每次登道指请功能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打电话来 就是问你的薪水多少 通常我都告诉他 你来应征话 我看了你 我跟你讲话后 我才给你那个真正的薪水 我也只是给他一个大月的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的扛起的责任都不一样 有些人来了 他本身跟你讲话的时候 你一跟他讲话 你就发现他的执行力是很强的 这个人是有眼见的 他什么东西都会扛起他的责任 所以执行力是 就是我们的人生的路上 如果我们没有执行力的话 我们跟我们的朋友 也就是说 你们的台下所有的领导人的话 为什么有些人的话 会越坐越前面 也就是说 因为他们知道执行力的重要 他们会扛起他们的责任 他们会去照顾他们的下限 他们也会有动力 所以执行力是很重要的 那怎么是执行能力 对个人而言 就是办事能力 每个人都有对自己美好的憧憬和需求 执行力就是为了实现一个人的理想和奋斗 我有一个很多年的朋友 他本身在六年前的时候 他告诉我 他本身想开一个蛋糕店 然后他亲自自己设计 然后他会做不同口味的蛋糕 但是他就开始去外面就是物色 然后去拍摄人家的那个蛋糕的形状 但是讲来讲气 到目前为止已经六年了 你知道他的蛋糕店他没有落成 那每次我遇到他的时候我就问他 你的蛋糕店开在哪里 那么他就是跟我讲说 哎呀我想来想去好像我都不能够做到 但最后的结果我跟他讲就是因为他的执行力出了问题 然后我就告诉他要怎么做怎么做 那么他后来他的蛋糕店也开了 而且他现在也开了一些分行了 所以我们的执行力对我们真的是很重要 尤其是做我们这一韩月的领导人 你们当你们的上线给你们这个任务的时候 你们一定要说可以不要忌绝 不要找借口 那么你们就有 你们的执行就会自己出来的 执行力是可以学的 他们是天生有的 你就是要自己扛起自己的责任 你有这种责任的话 你赤然而然的话你会变得越来越强大 那么第二的话就是 你跟你的内心有一点就是说你有这个执行的话 因为你要有那种梦想 啊就是说当你们进来立位的时候 我们我们就是进来立位后 我们看前排的领导人每个人都是驾银车啊对不对 你也住豪宅 那你们是不是有这种梦想 想说以后你们的生活也想要这样 那如果想的话 你们就需要自己一样的 就是执行你的工作 就是领导怎么教你 你们就是照他的照顾来做 那么对团队而言 执行力就是战斗力 那我们这个My Team 37 那我们这个My Team 37 就是My Young 这个团队的战斗力强不强 就像我们的那个 我们的 Mr.Wenna 飞马9 然后我们的Calvin 飞马6 你看他们昨天在台上演讲的好不好 所以每一个人都很用羡慕的眼光 来看My Young这个My Team 37 而我们身为这团队的人 我们都感到很自豪 就是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很有战斗力 那对企业而言 执行力就是经营能力 那一个企业是一个组织 一个完美的机体 那企业的执行力 也应该是一个系统 组织和团队的执行力 是企业管理 成败的关键 这第三的话 你们注意看他是不是 想管理我们的这个DV 我们DV的是一个大企业 虽然是直较大企业 那我们公司是不是有很多组织 然后很多团队 那么我们公司是不是有一个很好的系统 那么有很好的系统 是不是要有领导人去执行他的任务 那如果没有领导人去执行他的任务的话 这个公司是否可以前进呢 所以我们很幸运的 我们可以跟着我们的总裁 他本身很有执行力 而且他有领导力 而且他是与众不同的 那大家进入这个公司的话 我们为什么来这里 就是我们每个人 这个执行力的话 对每一个人都很重要 那你看一下你们想不想 多十年后 我们这个公司就变成是 比重不同了 也就是可能是直销第一了 然后我给你们观感一下 我们这个公司有 怎样去当案 就是说在直销业里面很多 包括外国的取业 每个人都在讲我们立位 所以我们现在立位 我们应该感到很自豪 那这一次我们在 那这是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公司有一个十周年的表扬大会 今天是我们立位2018年最后一季的 终极领袖表扬大会 今天这一场表扬大会和女人做不同 跟我们以往过去这么多年的表扬大会 不一样 今天基本上可以算是一种庆祝会 今天这一场 是做给在座每一个人的 在这里允许我宣布 2018年 Reway International终极庆祝会 现在正式开始 在座每一个人的 Qri 里面有交易 参加 请我的双手去创造一条光辉的道路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不一样的Reway 在我的心里Reway它就是一个这样 梦想一定要有 国际要大 因为我们的人生 只要来这个世界一次 Reway 你来到Reway 用你的眼睛来看下 到底它是什么故事 只要你一个 你就可以做到 会出现骄傲的翅膀 过去已经投降 越时间一个一晚 如教科光辉 终于让我敲满 如果你想要开创一番属于自己的事业 那么遇到Reway就是你天大的福气 如果在这样一场 这么震撼人心的一场表演大会 还不能够激发到你的梦想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激发到你 这些终于是最美丽的功能 就是最美丽的功能 最美丽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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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能 也有的 最美丽的功能 它们是一场表演大会 在她里面娱乐的表演大会 就是这一场表演大会 就是这一个大踢 最美丽的功能 超大料解备 这个大踢做十五个小事 这一个比较大方教练 愛的自己都往自己 是誰夢想 心裡都不死 一起唱吧 愛的愛的希望 咕咕咕咕 沙咖咕 得嘎得嘎 依然反倒 互都打掉 1 2 3 你無所謠 到你無所謙 盡你伴著長輩 長輩的瘋狂一律 給你別努力 絕不把笑的惹不掉 沒有不可能 不完成的事 創造一個一直想要的恋愛 到了19年 將會是VV採新的年 採新的第一年 接著下來的VV應該會讓你們更加的受不了 應該會更加的精彩 應該會更加的震撞人情 你知道我為什麼要放這個視頻嗎 那是在2018年嗎 那現在是2022年 那時候跟現在有什麼不同 你看我們的總裁在2008年 在我們新加坡的Indoor Stadium 也是說國家品藝場 以一種私人的取悅 能夠進入到國家的品藝場 在所有的傳統行業裡面 直銷行業裡面也是投一回 我相信其他的直銷行業 沒有一個人可以就用到我們新加坡的國家品藝場 而且那時候的人數是算5萬 多少萬呢 5萬 6萬 接近7萬 而且一票欄出 每個人都為了那個票 潮到 就是在那邊掛掛叫 因為自己也找不到票 而且經濟裡面的時候 我們人做的時候還要擠在一起 為什麼 因為太過震撼了 而且我們跟到這個 我們的這個老闆這個總裁 他告訴你們那個目標 我們的目標 但是如果你們沒有實行力的話 我們的目標怎麼會來呢 對不對 因為你設了那個目標 而你遠步踏步 你不向前走 你就是整天好像不去跟隨啊 不去前進啊 那沒有動力的話 是不可能會有 OK 如果你想變得更好 那首先就要學會執行 執行力是改變人生 直接最有效的方法 沒有治癒 那我現在想到這個問題的話 我是因為本身做傳統聖遺 我要跟大家想一下 這也是一個故事來的 那是真的有這樣的人 我有一個小學同學 他是男生來的 那麼因為他家境很富有 所以在小學的時候 他的錢 父母親給他蠻多錢的 那麼他會時常買東西順便的給我們吃 所以我們很多人很喜歡他 但是上了中學我們就離開了 就不同了 然後在六年前我就遇到他的姐姐 因為他的父母親太過寵愛這個孩子 然後我只生一個女的跟一個男的 那麼這個男的因為從小太過好命了 就是要什麼就有什麼 因為他父親有兩個工廠也有蠻多的員工 而且他們住的是有地住宅 但是後來他父親很不小心得到病就去世了 當他去世的時候他父親已經看懂了這個兒子 他父親已經寵壞了 他把他的財產 也就是說把他那個最好的工廠留給他女兒 不是留給兒子 是留給女兒 而把另外一間給我留給他的兒子 然後這兒女兒繼續的做發揚光大 但是兒子拿到這個工廠過後 因為他不懂得怎麼去執行 然後呢就是請了工人 以為工人可以幫他做什麼 前後不到三年 你知道嗎 他工廠虧了 他必須把他的有地住宅賣掉 然後他去買一間四房市 不是我幫他道理 是四房市 然後他買了四房市過後 然後他拿了錢 該款的還了 剩下蠻多錢的 他就開始 哇 買汽車買那些名牌包什麼都買 享受了 三年過後 你知道嗎 他連那個四房市都沒有辦法住 他還要在nowlet三房市 那麼 你看 這個是為什麼 就是說我們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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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朋友就是這樣 因為他本身 他做老闆 他本身他沒有親自去打理 親自去做 所以他很多東西都是以為 自然而然來的 他就是在玩手機 然後每天在公司裡面翹腳 沒有去執行他的路 所以這個執行力 真的是很重要 有的執行力 你們自然就會有目標 我想這個 的問題是說 我們為了激發 所有創業的人 就像我們做的孔雀 或者是我們飛馬後 我們不可能坐在那邊 等老天掉下來 等那個人自動來找你 是不可能的 我們還是要繼續前進 因為我們還要走到飛馬幾 飛馬幾 而且還要給我們上線供那個黃 就是一黃兩黃 就是五個飛馬一個黃 所以這個執行力 跟大家都息息相關 那聽了這個解釋後 大家都應該明白 那你的成功與失敗 完全結定你的執行力 我們要反想 敢要 不要說一套做一套 想到就去做 如果沒有執行力的人 那個計劃有多完美的話 你也是通常 越不可能做的事 就是你們越要去做 也就是說 當你們的領導 告訴你們 上個禮拜可能有一個主題 要你們上來 老實講 我今天講得很不好 是為什麼 因為我根本沒有時間 做這一個題目 然後而且是我昨晚 好像是 有點多在KFC的時候 臨時做的 所以 如果你們真的有時間的話 真的我們要很重視這個主題 我們要去執行我們的任務 所以你們要排除萬難 找到自己前進的動力 那前進的動力也就是說 我們看前排的領導人 為什麼他們會成功 也就是說他們有那個目標 但是有目標會成功呢 不可能的 你如果沒有去執行 沒有去排除萬難 有什麼東西都要去挑戰 那麼你才會有可能 但是卻有很多人 為什麼他會失敗呢 因為他們還會埋怨 埋怨怎樣 埋怨 就好像我們今天星期一 有培訓會 對不對 那有些人你叫他來 他就會埋怨 哎呀 一個禮拜來幾天 然後他們也埋怨上線 也埋怨下線 就是天天埋怨 然後當他們埋怨的時候 他們 他的下線 看到以後 他的下線也會跟著 這個是會廣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不要埋怨 因為你的一個不小心 你會害到你的另外一組人 或者是你的螃蟹 或者是你帶來的新能 所以我們盡量不要去埋怨 還有就是說 我發現很多領導人 不管他是三星的 因為包括我自己組織的人 他是很會賣的 但是他永遠都要依賴你 他不協制度 你跟他講 他說我會賣就好了 為什麼要懂制度 這一個 就是一個問題 因為他不要去執行能力 可是他是 很有 就是很有本事 隨時都可以上那些孔切的 但是他就是不要去 執行他的動物 他就是一直要依賴你 你叫他怎麼學 他死都學 有時候這個依賴也是一個很不好的習慣 那麼 消極 有些人進來 他 OPP也沒有學 制度他也不保 他就一開口 就說 我有個保健品 你們要不要買 那麼直接了當 你說 這個東西不是一塊兩塊 它是一個高價位的產品 那我們要 好好地跟他分析 然後分析的對方 搞出他的 到底他的需求是什麼 要用那種愛心 不是腦裡面就想 哎呀我要買你這一套 我要賺你的錢 這樣是很難的 因為我們必須要有一點耐心 然後要去跟他談 就是跟他做朋友 了解他為什麼 需要買到這個產品 這樣我覺得這個生意還可以繼續走很遠 那也不要說賣了一套以後不理對方 放在 pocket 連這種生意都是要回頭客 所以就像我們開傳統店一樣 我們也是這樣 回頭客是最重要的 那還有就是說推介者 有很多人 當他做到一心兩心的時候 他賣了那個人了過後 他帶他進來了過後 他講說他會有關 關我什麼事情 你要來你自己來 你要怎樣 你也不理他 也不帶他 然後久而久之 這個人會自動的消失 所以我們做這一行的話 我們必須 時常偶爾打一個電話給他 不管他生日啊 或者是什麼 我們都要盡量的關心他 我們不要推切我們的責任 我們是領導人 因為你要繼續的往前走 對方你要把他拉著一起走 但是對方也要伸出手嘛 對不對 比如講 我們做一個領導人 我們伸手要拉你 但是你的手使命的不當開來 你說我有辦法推動你了 所以這個也是很重要 那麼拖延症 所謂拖延症的話 就是說 比如你們有招人進來的話 那麼你當他去到會場了過後 然後你就想 哇這個人看了是動 自己會打電話來幫我忙 你休想啊 因為這種東西是這樣 當我們在現場看的時候 我們很激動 哇很好啊很好 可是過了一天兩天三天後 他是已經忘了 然後你們就要去跟咯 去跟咯 然後你千萬不要去拖延 而且這個拖延有代表很多很多的意思 我相信做這一行業的人 當作是否 那下來的話是懶惰 所謂懶惰的話 就是甚至在這裡 可能也有孔雀的人 或者是傷心的人 他們連目的皮皮 他們本身都不發揮症 而且我覺得齁 你一定要勤勞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是做自己的生意 如果你難度的話 你說有錢進來呢 他就好像架德士司機啊 德士司機有誰推他呢 他要給錢要什麼 沒有他自己是老闆來的 所以你本身自己要勤勞咯 如果你難過的話 沒有人推你的話 你就是沒有收入了 可是你要開銷 這些都是失敗的原因 當然不只這些 還有很多種種的原因 那麼我們一定要行動 對不對 我們要行動 要怎麼去行動呢 舉巴掌呢 還是要做給我們看 那麼你們就是 執行力就是能夠把你的計劃 付出於行動 逐步去完成你的目標 剛剛有講到 我們設立了一個目標 那我們設立了 我們舉巴掌 而我們站在原地 我們不動 你說那個目標會實現呢 是不可能會實現的 所以你們在這邊看一下 成功的人 他的階梯 或者是你失敗的階梯 都在這裡 我不曉得你們要走哪一步 那如果是屬於那一種 好像是很蕭條的 他本身是說很負面的人 你跟他講說 我們要邁向成功的話 他通常會跟你講 我不會做 我不想做 我也不能做 你問他什麼 他都是會跟你講 反正就是說 好像就是我上線做 我也曾經帶你過一個下線 你知道他進來過後 他買了一套上去花花 我們帶他去到哪裡的時候 我們在分享的時候 他就拿出手機 他就一直在玩那個手機 然後他就跟我們講說 你去跟我招十個人 我坐在這裡 翹翹就好了 我天天有錢進來 你看他有這樣負面的思想 所以 我們一個成功的人 我們有執行力的話 我們要做別人不願做的事情 就是別人不願做 那是你去做 你就有成功的那個道路 就是通往那個成功的道路 那做別人不敢做的事情 那就像我們的妹姐 我們的大領導前面的那些 Mr.Wen 或者是Kalvin Apan 你看他們為什麼會做到 非馬六 非馬五 就是因為 別人不願意做的事 他們去做 他們看起他們責任 尤其是我們的妹姐 他是1937 來幫你看他創造這個品牌 他本身天天就是 一個禮拜裡面有多少 多少個會議 但是他每天都來 所以他成功的一定住在這裡 所以我們如果要成功的話 我們也是這樣 你們要做別人做不到的事情 那如果你們有這個執行力 你能夠做到別人做不到的事情嗎 是肯定要啊 所以我們一定要說 如果是有人要你做的話 你就是說 我想做 領導問你 你就要跟他講 我想做 我該怎麼做 我會盡量的去做 我能做 我會做 最終你的目標一定達到 所以呢 今天我的分享到此為止 我們要來做 他說 他跟我去做 找法 這把的話 你吃得去 也有